алura 5 北 這點海巴是4,231 像這個松催啊 這風太大了 說的是8點像魚 哇炒 真的是8點像魚 又来又过了 好像还没有网过 外面上个冰麻 看一道彩虹 哇塞 这么大的城 我的天 我现在准备出发318 欢迎使用截图 这次重走318川藏县 也算是为了给去年没有走完的行程画个句号 去年冬天 到了礼堂就折回了成都 这是我没有在亚安和卢定停留 全程告诉直达川藏县之旅的起点 康定市 我现在行驶在414省道上 因为318现在在修路 今年是4月份 10月份 就到11月份去 在他们施工期 就是8点到晚上8点 大火车没过 小车全面的造型 造型4134 穿过康定城区 行驶在弯弯热热的434省道上 也就算是正式开启了我的夏季318之旅了 我前面景色路上最美 真的 这外面太美了 这外面啊 就是四周啊 感觉很美 然后开着开着开着心情很紧 很愉悦 从成都出发到斯汀厕 开了352公里 走走停停 将近7个小时 到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3点多了 还担心下大雨 可是这边天气挺好的 我看有车子在下面去 上面才美啊 那是乌云 我现在往山底上走 那个山包 四丁座是康定的一个高原湖泊 天气好的话 从这里能看到雅拉雪山 以及贡嘎雪山 没错 此刻天气并不是很好 也就没见到所谓的雪山 这里海拔有4200米 一路直奔过来 有些高反 搭好帐篷后 就准备给饿了一天的肚子 补充一下能量 这风太大了 这风太大了 浓一点 别说还挺香的 我本来是打算今晚就在这里露营 天气预报说会有雷电 为了安全起见 只能到新都桥住宾馆了 还是出门在外安全第一吧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在新都桥找住宿的时候才意识到 现在正是暑假季 在318这条路上 新都桥是大多数游客选择的第一站 这也将意味着我接下来的行程 将花费比平时多几倍的时间和金钱 因为冬天来的时候 就是做酒店 当时也是130的样子 不超过140 130 然后现在我看了它价格 300多起步 然后还爆满了 没房间了 所以就随便找一下 到新都桥后的第一站 打算再去一次塔公草原 上次去的时候 山都是光秃秃的 不像现在这般绿仰然 前往塔公草原的路上 随便一处好看的景点 就能看到 停放着许多的车辆和游客的声音 这个季节来 人是真的多啊 我现在才算明白 新都桥的美啊 不是新都桥美 不是新都桥 所有地方都美 然后你随便带一个地方 就能有很好的景色 比如像现在我这里 真的就好 感觉很好 我现在继续出发 龙草 冰草原者 哇 我现在继续出发 龙草原者 我现在继续出发 龙草原者 伤口 这些日子 卡龙草原 我去看一下 感觉下雨了 由于刚才下完雨 昨天下雨嘛 气门很低 四伯温温度大概是 14度 雅拉雪山 也看不見 這有點高啊 塔宮 在藏羽裡面的意思是菩薩喜歡的地方 塔宮草原 是一片被圈起來的草坪 算是甘孜州 最著名的草原了 面積有712.37 平方公里 大概有980多個 足球上那麼大 這裡不光能騎馬 遊玩還能看到雅拉雪山 只是當天天氣不是很好 雅拉雪山的上半截 幾乎都被雲城給遮住了 好在 運氣不錯的是 我遇到了一群康巴漢子 正在舉行一場賽馬活動 這種表演不是每天都會有 能不能預見也是全憑運氣 現在是中午12點 餓了 看完賽馬表演 已經到中午12點了 就準備在塔宮鎮上吃個午飯 可以嗎 吃撐了 走 出發去下一個地方 我想把車開上去 這寫的一輛車50元 你有一起的嗎 不是啊 在裡面拍個照吧 是不 對 我去拍個照 嗯 這起了50塊錢 這不能便宜一點嗎 我一個人來 不是 沒有 原來是這樣 嗯 只能是50嗎 不是 全不是這樣 好的 這裡就是我們之前 在塔宮草原 你看 關緊的地方 美麗的風景 絕不局限在某一個圈裡 相比塔宮草原 我更推薦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沒有特定的地名 離塔宮鎮大概5公里左右 人所省道434行駛 他就在公路的邊上 這裏景美 人色 費用低 也能看見 雅拉雪山 去年說過 有一個免費的觀景臺 余紫溪 也不知道今年 還是不是免費 到余紫溪 會先行是一段薄油路 再是一段水泥板路 最後一段泥巴路後 也就到了 我以為我不會有高煩 但事實是 我有點高煩 頭有點暈 但只是暈 是有一點 前面已經烏雲壓過來了 那這個天氣 我可能還是去住酒店吧 等一下 對 余紫溪 360度環山觀景臺 在這裏 已能一南雅拉雪山 共感群身的美景 目前還算比較小眾 遊客相比星渡橋其他景點 要少一些 外面上的瓶板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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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還在我頭頂的烏雲 好像飄到前面去了 遠處的貢嘎雪山群 和雅拉雪山 也能清晰地看見 雨慢慢停了 現在是小雨 我拍完這個岩石攝影 我就準備吃飯了 因為現在養大雪山他出來了 天氣變好了嘛 然後我今晚上準備在這邊露營 對 是我身後 看著還不錯吧 今天的晚飯 還不錯 那邊吃 那邊吃 魚子溪這個景點 我們是非常考驗天氣的 天氣一不好買 就沒什麼看著了 那就是垃圾一定要 一定要 裝好了 一邊高速 但是還好 睡一覺就好了 應該 現在是8點了 外面是下雨 照顧外面是下雨 我看一道彩虹 哇 這麼大的彩虹 哇天 有時候驚喜總是一個接著一個 美好也總是這樣 呼氣而喻 這麼大的雙彩虹 還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 好多蚊子 這麼簡單寫術一下 就準備 準備走吧 好 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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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走啊 旁邊一看天 應該日出快出來了 想著 就等一個兩個小時吧 車外溫度是8攝氏度 昨晚上應該有 兩三度吧 又來 高反 特別是高反 高反會讓你 睡一個兩個小時就醒 不能深睡 這邊是粗方向 但是雲太厚了 我遮住了 早晨起床後 看見天空 層層跌跌的白雲 像一床棉花被一樣 照到天邊 天邊的盡頭就是控打雪山 山坡上的牧民們一早早起床 開始放過 現在是早上7點半 準備走了 這邊 這邊 又冷又冷 然後還沒有網路 現在 共打雪山的霧已經升起來了 在天邊 前面 後面 沒有 在天邊 再給我 這次 就在天邊 再給我 下雨 再給我 下雨 再給我 在天邊 那 你听过王威的送别吗 但去莫复问 白云无尽时 接下来的行程 又会有怎样的美景等着我呢 我们一起期待吧 走路吧 海上就到了 连游来海还有3.8公斤